男子穿的西裝筆挺 走進銀樓訂黃金 幾天後另一名男子 走進店裡取貨 整個過程很正常 沒想到卻讓店家 損失上百萬 警方在新北極桃園 分別逮捕兩名嫌犯 卻才發現原來兩人 都只是炸團車手 當時嫌犯鎖定的 台北市文山區這一家銀樓 一進門就說要買 二十八輛的黃金 雖然錢付了 但是店家事後才發現 原來全是詐騙 今年七月 製成直銷商的王姓男子 到銀樓說要買黃金 犒賞員工 開口就要買二十八輛金條 要價兩百六十萬 但又說身上沒有新台幣 希望用中國銀鏈卡刷卡 店家不想錯失生意 表示可以匯款給 中國上游廠商 事後錢收到了 金條也給了 中國廠商賬戶卻被凍結 理由竟然是因為 這筆金流涉及詐騙案 其他業者早有防備 因為這波詐騙行動 都是以人民幣為單位 而這回兩百六十萬金流 也全是中國詐騙 髒款來台灣買金條 也只是為了將 中國髒款洗白 就連購買金條 也經過 縱密計畫 看到了嗎 當時取貨車手一進門 手上就拿著千元大鈔 因為訂購人 向店家表示 要是取貨人出示 序號不對 就不能讓對方 拿走金條 看似小心翼翼 沒想到全是 詐團自導自演 目的就是為了要取信 營樓業者 如今店家賠了金條 還得賠償中國廠商損失 行事局警方 目前也已經接受調查 希望找出跨國詐騙 幕後藏近人 現在新聞的 同盟者有他 我台北報導